来,有请下一位 我们观战啊 大龙皮皮,这就好看了,对吧 虽然说,对吧 我看大龙,最近都没看赢过 但是我看皮皮最近也没看赢过呀 那就负负得正,现在两边对吧 纯靠正常发挥 上来,哎 推,哎,我去 大龙好坏呀 这一波推 还有一把枪 我觉得挺香 大龙上来遇鬼的话 其实要比其他人好很多啊 抓个先知,抓个机械师都是还不了手的 大家这手学会没有 哎,前期推个墙,把他给晕了 这边找机会交枪了 交枪,他要保证自己一个什么呢 保证自己一个满状态 所以这边大龙这枪交完以后 外面机械师修得比较舒服 这边丢一个炸弹,封这个口 往后绕,先知的鸟好像在看 看一手,大龙这边往里一翻 斜角炸弹能补上吗 没补到 双弹空军 直接传送过去找先知了 先知刚才应该不是在看 他是在防脆火 应该是在防脆火 因为先知刚站不动 我以为他在看那个空军 他不是他在防脆火 那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把这个先知打的也挺好的 该防的都防到了 对吧,这边传送过来以后 人直接拉开了,皮皮甚至第一视野都没有看到他的 那就看这边先知能牵制多久了 我觉得这把上来大龙的牵制 加上先知的牵制 应该是能够帮求生者奠定一个不错的开局啊 这个开局 皮皮要抓到人可能就是两分钟以后的事情了 先知还有一只鸟 鸟顶上 炸弹 扭一刀 现在才受伤 我们看一下机械师 机械师 自己的电机 先知倒地 一颗遥扣雷带走的 自己的电机应该修了非常非常多了 这把外面还剩下三台遗产一台新机 三台遗产几乎都是已经过大半的 野人 如果说能卡半就一波 机械师配合着空军能够把电机点 新台的电机修出来的话 这个局势很有机会能争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炸一下 干扰一下 好这边无伤 直接救下来还是机械师救的 外面没有人受伤 先知拉到一个死角 皮皮这把难了 这把很难 机械师这还应该是台新机了 我们看一下 解释对 解释过去补的是一台新机 大龙跟娃娃的电机都能点开 然后大龙这边可能会待会配合着野人一起来救人 补电机也可以 我觉得补电机可能会更好一点 确保这电机能点开 皮皮这边挂上人以后可能要传送的 这把不传送 这个局基本上打不了了 野人顶过来这个局就比较难打了 他得传送的 空军这边还推了一个墙 又来推墙 防一波吗两个人修 这两个人修的并不慢 41%野人来了 野人来了 打一刀 炸 哎 我去 不得不说皮皮这炸弹阵步的有点好呀 机械师再来救人 直接传送过去难道要翻 大龙这边翻 加速拉走 再来 故技重施没能成功 好像翻盘了 这个炸弹 大家可以反复的研究一下 这个炸弹真的有点厉害的 当时野人挨了这刀以后我感觉这个炸弹铺开以后应该是野人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了 就是你除非就你只能不救 当时这个炸弹的话我感觉这一刀打完以后就这边只能不救了 就好像真的一点办法没有 局势顺转 真没想到皮皮这波防守能打得这么好 莲花炸弹再步 再步啊 每一颗都是瞄准着这个椅子这边的一个救人的点位 外面点击不够 真的邦邦真的是一波防守出奇迹啊 那这里只能是 过来救嘛 过来救 炸 还有炸弹 再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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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皮很稳 我去 真地稳 要四抓 哎呦 这局真没想到 能够靠这样的一波防守翻盘 太精彩了 不是我状态回来了 我分析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当时如果说对吧 这边能够把这个人救下来 是不是一个私人开门战 电击一定好的呀 所以我觉得当时 在我的视角里面 皮皮手 因为是个野人嘛 野人不怕你 炸弹在外面蓝的 我觉得 手下来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皮皮那波的防守炸弹确实不得好 他那个炸弹的一个时间点 真的卡的刚刚好 只能说就是皮皮的这个防守炸弹 经验太过于老道了 这样的话是一个三抓 呃 野人 好像是没救下人的吧 有薄命 但是再来也不太可能了 三抓 没想到呀 哪能知道这炸弹这么猛的吗 对不对 谁想得到 当时谁想得到 我相信当时大家的心里跟我是一样的